吉兰丹州议会今天正式解散 率先为六州选举拉开帷幕 那丹州副大臣拿督穆罕默阿玛就表示 现有州政府将会以看守政府的身份 继续领导吉兰丹 直到州选结束 选出新政府为止 第十四届吉兰丹州议会今天正式解散 成为六个选举州属当中最先解散的一个州属 率先为州选敲响战鼓 整个州政府团队将会以看守政府的身份继续运作 直到选出新一届政府为止 以斯兰党在第十四届大选中再度执政丹州 拿下四十五个议席当中的三十七席 剩下的八个由国阵赢得 后来巫统阿易拉纳州议员兼日理国会议员穆斯达法 在2018年九月退党 一个月后加入土团党 使得土团党掌握了一个席位 除了吉兰丹之外 许兰俄州也确定将在明天六月二十三号解散州议会 击打大臣拿都斯里沙努西将在六月二十五号 觐见击打苏丹 向殿下建议二十八号解散州议会 宾州首长曹关友也将在下个星期二 觐见州元首 寻求通过二十八号解散州议会 斯美兰大臣拿都斯里阿米努丁 二十八号觐见最高统治者 寻求预准三十号解散州议会 目前只剩下登加楼还没公布解散日期 六周领导人早前已经达成共识 同步举行周选